部下的手柄是上司的失败 是部下的責任 并且每天都在自我警惕 对于交付给我的工作 仍然会确实争执 并且认真努力地 全力以赴去做好它 希望获得外界原谅 相传照知在日本演艺圈 享有相当高的地位 代表作品也非常多 戏外他还是一位抓昆虫高手 他也不忘把这个角色 带到半折直竖的片场 像手机被丢到大桌子中间 他还拿了捕虫网 把手机给拿回来 之前还被前文部科学大臣芝山 任命为儿童教育大使 推广户外体验活动 相传告诉媒体 如果他不当艺人 可能会成为一位昆虫学家 目前也有主持昆虫教育节目 只不过这回卷入桃色风波 恐怕也会重击他的形象 东西新闻娱乐中心 在台北报道